我的身高呢 大約是160公分 雖然比台灣女性的 平均161.5矮了一點 雖然身高矮了一截 但是可能讓我在 秀密上頭 占了點優勢 一人大到身高158公分 站在女眉心旁邊 身高硬是矮了一截 也成了經常被拿來 開玩笑的對象 之前醫學報導說 如果生小孩看身高 是看女生 是問一下納豆 是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爸155 我爸154 我不知道要看誰 對不起 I'm sorry 但身高不夠高 別灰心 因為多項研究發表指出 個頭比較小的人 壽命都會比較長 在大陸的老年醫學研究所 曾對90歲以上的老人 進行檢測 男性平均身高只有150公分 女性更嬌小只有140公分 大約是台灣11歲孩童的 平均身高 在身高與壽命方面 也真的有研究指出 每增高10公分 女性癌症的風險 就會增加18% 男性則是增加11% 以台灣來講 跟國外來講都一樣 30%左右的人的死亡 都是來自於癌症 那癌症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跟 已經確定是 癌症是一種基因的問題 就是說不管是基因突變 還是說因為基因的轉換 所造成 國外特別對比人瑞 以及普通壽命家族研究發現 人類家族成員體內的肋胰島素 生長因素明顯偏低 分泌比較少時 會讓人身高較矮 跟身高有關的肋胰島素 生長因素 分泌過多時 在小朋友身上會發生巨人症 成人則會出現枝端肥大症 也會促進不正常的組織增生 雖然說通了長壽理論 但醫師認為還是與飲食 以及醫療環境有關 除了是飲食習慣上的差異 就連國家醫療資源也很重要 世界醫學新知大典提醒您 無論身高幾公分 不代表跟壽命有絕對關係 還是得從日常做好養生保健 避免讓身體暴露在危險因子下